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鼻笛在你们文化是很重要的乐器吗 应该算是 对因为在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生命里所 都是跟这个鼻笛都有关系 不单单就是只有我们自己 排文族的这个族群的鼻笛 其实在各国一些 我们就有这个鼻笛的这个东西 有的已经是失传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排文族 还在继续使用 比较正式的学医院 应该就是在大学开始了 高中是也有的 就是很喜欢唱歌 鼻笛改变我的人生 文化而且价值蛮深刻的 我学了鼻笛才认识我自己 过去以来谈到说我是原住民 我们都会觉得都很自卑 都是说原住民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 对 出去外面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好像都觉得是当一个原住民是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立足在社会面 找到自己的毕业之后 自信 就很奇妙的 就这样子 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就可以很大声地说 我是一个原住民 我这是排文族的乐器 如果喜欢的物ods 你多久没有天到 没有天到 你多久没有天到